哈囉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逛的是 信義成品的理想文具展 開幕第一天呢 這邊是大排長龍的 那今天還好 不用等 那這個很細緻 他把這個橡皮擦出產年代的包裝 一個一個放上來 買完了 出去囉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來 我們這一次呢 就是要來開箱 成品理想文具展的戰力品 那其實我們知道說 成品出店這今年度的理想文具展呢 有分在台北信義還有南西店的展區之外呢 其實台中和高雄也都有衛星展 但主要展場還是在信義成品六樓的理想文具店 所以我們就從他的戰力品來下手啦 那其實開幕的第一天呢 我就先去巡了一下 那可是那個時候 包含排隊禁場還有排隊結帳 都各自要花一個小時的時間 超級久耶 超久 人山人海 我都不知道排隊排到天荒地牢 假壞 沒錯 還好第二次去的時候 人就比較少 比較順了一點點 好那我們首先來介紹的呢 就是成品的理想文具展 這一次是和日本的插畫團隊 跟山鳩社一起合作 你看喔像他是從像我們的DM啊 還有他們展場裡面的一面牆的設計 都是跟山鳩社合作 都是可愛的動物跟文具的呈現 所以也和山鳩社推出了一些聯名商品 像是我手上這一支 其實我之前已經買了一整套的 Falassa復古色筆這一次 因為上面硬有山鳩社 所以我就又買了一支 傻眼 為什麼要不要買一百支啊 因為它上面就寫山鳩社 所以就買了 可是比較特別的東西來囉 你看它這個筆帶 你這樣看啊 其實我們這樣看起來 摸起來 它感覺很像是紙張 但是這一種泰維克的材質呢 它防波水 然後也可以防撕毀 重點是它裡面 還是有尼龍 所以呢我覺得它的韌性 應該算是蠻夠的 實用性也蠻高 可以當我的第二個筆帶來使用 好 這個還蠻突然 那我們接下來來介紹的是 我最喜歡的品牌TN 除了平常我們可能比較容易買得到的是 信封還有護照尺寸的本子 以及這個內頁之外 喔對了這個內頁是新出的點點方眼 那不曉得用起來怎麼樣 因為我還沒有用過 用了之後再告訴大家用起來怎麼樣 之外呢 這一次TN和成品合作出的聯名商品 就是內頁 內頁兩種尺寸內頁 還有這個書本書架貼紙 以及這個書本的黃銅鑰匙 我全部都包了一進展場的時候 第一間就跑這裡 限定你該不會所有東西限定都買了吧 對 對 那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呢 就是TUMBO蜻蜓的這個牌子 我們在展場當中可以看到有一個很醒目又很復古的小屋 它就是TUMBO蜻蜓牌所打造出一個昭和懷舊風的雜貨店 那裡面就有販賣很多的鉛筆啊 還有他們知名的橡皮擦 那至於旁邊的版物袋呢我是都忍住了啦 就沒有買 這一次呢我就只買了這個小小的東西 以及小小的橡皮擦還有它的T型 就這樣子而已 真的超小的耶 沒錯 很可愛吧 在文具展中呢還有我平常很喜歡用的筆記本 火葉本 還有之前介紹過方形黃紅椒的品牌 國玉 這一次不得了啦 我買的是這個 多角線橡皮擦 它完美的呈現了橡皮擦的靈魂 就是這一些角 因為像我來在使用橡皮擦的時候呢 我會很注意說擦一擦之後會被磨平 然後你就不好用 所以我會很注意那個尖尖的有沒有留下來 就是會很省著用盡量不要破壞每一個角角 那這個你就不用擔心了 因為它有28個角 怎麼用 我用得到 插到手 沒錯 超爽的超開心 好那再來下一個呢 我們要來講的是這個 我還沒有打開 它是兩用的印章式雙面膠 你看它這個這麼小一個就很好用 它用法呢就像蓋印章一樣 你想要在哪邊黏東西你就點一下按下去 然後它就好了 但它不是說特別特別黏 可是如果你要黏信封啊或相片 或手帳之類的卡片啊什麼都很方便 佳麗品還沒完 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是這一次理想文具店裡面 我最喜歡的東西 一般來說我們講到日本的奈良 我們可能會想到的是 還是很餓的路吧 對 路也是 那他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景點就是奈良大佛 你看這個大佛剛夾啊 它上面就有一個很祥和淡定又很莊嚴的佛像 而且它嘴巴可以長這麼大 至少它這個網站上面寫說可以夾100張紙啦 感覺實用性很高 那這個它其實在前年日本的文具女子博上面 一推出之後大熱賣 我自己是想要的兩年都沒有買到 網站上面也都訂不到 這一次它特別來台灣的這一次理想文具展裡面有出 一定要手刀去買 然後我這個也是要送給你 這個送給我嗎 對 你覺得大佛 讓你保持了淡定 所以我要在上班的時候很祥和的使用它 繼續來看到的是這個Midoli的十顆工藝書籤夾 那因為我六月份的時候剛從淡定太空中心回來 所以我就選擇了宇宙系列 它其實還有像是動物啊樂器啊很多很多不同的 那我想說因為之前沒有買過也沒有用過 所以總共先買一堂我來試試看 它真的很精緻非常的好看 然後繼續下來就是PLUS的這個花邊袋 一般來說我們在寫手張或是做卡片的時候 你可能會需要一些花邊的貼紙 那它不用做貼紙 它就是用力盒蓋一樣 就這樣畫過去 它只有花紋了 非常的可愛又使用 它其實還有其他不同的項目 我覺得每個都很好看 那最後呢我一定要講 平常我非常沉迷於主角帶 這一次在理想文具展裡面 我只買了兩個樣子 不過有樣子長欸 以上就是成品的理想文具店開箱收穫 哇現在的文具其實都超級有創業 我覺得 它改善你一個小小的痛點 或是說你覺得很麻煩的地方 你就會很想趕快去買它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買起來 它其實這一個啊它總共有七塊 我只選了一塊買 結智 很結智 客製 這個是不可多的人才 你這是花多少錢啊 你說一次去還是第二次去 就走共咧 還好啊不會很多 不會很多 但是只是差一點破箱嘛 好的不管您喜不喜歡文具用 或者您是不是文具控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和我們分享您的看法喔 訂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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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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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